封子凱在1933年1月15日寫下這篇露像 我認為這篇散文是講述他解開心結的心路歷程 而最大的轉折讓他終於豁然開朗是因為這一句 無常就是常,無常容易化,常不容易化 為了我講起來方便文章我是有自己經過一些改動、刪減的 我是希望透過我的影片能夠讓更多人來閱讀這些好文章 那原文在圖書館應該都是借得到的 杭州的小街道都稱為像,這名稱是我故鄉沒有的 我第一次到杭州特別注意像這個字 我以前在書上讀到鹽子居肉像 一單四一瓢影,但不知道肉像實際上是什麼樣子 我猜是一條貪方又齁齁又狹小的弄 因為靈氣所中,所以鹽子住在這 我的故鄉很多貪方又齁齁又狹小的弄 但都沒辦法讓我想像成肉像 現在看到杭州的像,覺得鹽子就是住在這種地方 或許這一世的鹽子就住在這種斷圓殘壁中 我只來過這裡三次 但這三次印象都非常深刻 第一次是差不多20年前 我十七八歲正在杭州師範學校讀書 我的藝術老師李淑彤老師 似乎嫌藝術滿足不了他的精神生活 把圖書音樂的書和用具送給我們 自己跑到山上斷食17天 回來又研究佛法,準備出家了 在他出家前的某一天 他帶我到肉像去拜訪一位馬衣服先生 我們走進這肉像中的一間老屋 一位又矮又胖滿臉鬍子的男子出來接待我們 我被介紹之後向這位先生舉了個弓 就坐在椅子上聽他們說話 但我完全聽不懂他們說了什麼 這一半是因為我聽不懂他們的口音 我也不好意思說 只能坐在那假裝有在聽他們說話 我偷偷觀察馬衣服先生的長相 他的頭算大而且是圓的 沒這麼矮胖一定撐不起他的頭 他的眼圓圓大大又炯炯發光 上眼連彎成一道弧線 鬍鬚從左耳根圓著臉旁一直到右耳根 顏色和眼睛一樣黑 我當時正熱衷於木炭畫 我覺得他的笑像適合用木炭描寫 但他的眼線是我的木炭畫不出來的 正當我觀察時馬先生突然笑了 他的笑聲響亮又愉快 和他說話的聲音完全不像 嚇到我了 他笑著看著我 我完全不知道他為什麼笑 我又一直裝作有在聽他們說話 不好意思問有什麼好笑的 我只能跟著笑 但我笑得很慚愧 因為聽不懂他們說的話 更不得而知他們為何而笑 他們越聊馬先生笑得越大聲 我也越來越慚愧 到離開之前 我就像是個滿懷愧恨的傀儡 第二次我來到這肉像 已是做傀儡之後的16年了 這天是清明節 我替李老師送兩塊印石給馬先生 我看這肉像仍然是我想像中的鹽子的家 馬先生的屋子也沒變 馬先生和16年前一樣 外表和笑聲都沒變 不過我已經能聽懂他的方言 不用再受上次傀儡之苦 但剛失去母親的我心裡滿懷 對於無常的悲憤和疑惑 因為媽媽身兼父子把我拉拔長大 而我卻不曾報答過 現在的我心中無法消除心中的難過 而墮落了頹堂的狀態 我只想跟著孩子們玩 以暫時忘記我的苦痛 特別怕聽到觸及人生根本問題的話 我是明知故犯的墮落 但我的墮落在我身處的社會中挺能隱藏的 我每天還是工作 所有的嗜好只有抽菸吃糖果 還有買玩具和孩子們玩玩 在社會的眼中不算是墮落 但馬先生的嚴肅人生 顯明的襯托出我的墮落 我和他談起我所作以及他寫序的護身畫集 他知道我的悲傷勉勵了我 又為我解說無常 其實我光是看著他就羞愧得無地自容 我漸漸感覺坐立難安 心中好像有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絲 因為解不開只好用紙給包了起來藏著 我沒辦法繼續聽他說話 大概坐了一個小時就離開 當他送我出門的時候 我心裡感覺和上司在這裡坐了幾個小時的傀儡 終於解放時同樣的愉快 我走出漏巷看見街上停著一台人力車 價錢都沒問就上車了 看天色晴朗決定先去採枝栽買些糖果 帶去六合塔過清明節 晚上疲憊的回到旅館 想起了馬先生 心裡感到未盡的心愛 我打算明天去把心中包起來的紙 打開來給他看 但隔天我的心全被西湖的春色所佔據了 又過了兩年 到最近這一星期 我主動來到這肉像 馬依福先生依舊絕來一生的隱居在那肉像的老屋裡 雙眼仍然炯炯發光 談笑聲照舊愉快 只是使我驚訝的 他生黑色的鬍子也是銀灰色接近白色的 我心中浮出白髮不能龍宰相 野童賢客滿頭生這句 同時又後悔不早點來找他 自恨這三年生活的墮落 現在我的母親已經過世三年了 我的心已屈服於無常 生活也就從腿塘的腿塘中爬起來 想對無常做長期的抵抗了 我在古人詩時中讀到 聲歌歸怨若燈火下樓台 六朝舊時明月 清夜滿情懷 白頭宮女在 弦作說玄宗等等 永探無常的文句 將他們翻譯作文畫作 以前曾寄兩幅來給馬先生 最近想多多收集這些句子來描畫 做一本無常畫集 我把這點子告訴他 他開心的指示我許多可以找到這種題材的 佛經和詩集還有文集 並且背出許多家句給我聽 但他最後換了另一個語氣說 無常就是長 無常容易畫 常不容易畫 我好久沒聽見這樣子的話了 怪不得生活異常苦悶 當時我打算畫了無常畫集 要再出一本常畫集 常畫集是不需要馬易福先生寫去的 因為長畫集從頭到尾 每一頁都是空白的 這一天我走出那個肉巷 已經是傍晚 一年將要結束的景象和雨雪充滿在道路上 我獨自在路上徬徨 回想前年不問價錢就跨上人歷程的那一回 又回想二十年前當了幾個小時的傀儡 終於解脫的那一回 覺得好像生在夢中 讀完這篇散文 我想到的是 和生活很有智慧的人聊天的經驗 這些人和有沒有性教 有沒有結婚 有沒有社會地位 沒有關係 單純是他們比我活得更有靈魂 而且有機會久久見一次面 回饋給我他們當初的選擇或是看見的我 我喜歡這種經驗 雖然他們給的建議往往在一時半刻我沒有辦法做到 或者接受 甚至聽他們說話也會像風子凱第二次去露相一樣 坐立難安想要趕快逃走 不過對我而言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刺激 這些刺激好像是給我一拳 把我打的靈魂出竅 然後從出竅的視角看見自己究竟在意什麼 渴望什麼 重複運用這個戰術 我解開了很多心結 最後豁然開朗的在這裡讀一些文章 分享給大家聽